大家好,我是全民共振的吴婷 我是周振峰 自从我们发起2019年3月5号的共振活动以来 然后在网上收到很多关注全民共振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些问题 就因为对全民共振不了解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提问集中了一下 把几个最主要的问题在这里给他做一个小视频 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解答 谢谢,谢谢周先生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或者说很多网友 对全民共振海外平台的这几个露面的发起人的经历 还是有些不了解 因为李一平先生,吴建民先生和袁湘君士 李一平先生来海外是比较早的 但是呢,他是在书房里面的时间 可能远远超过于在街上喊口号的时间 那么袁湘君士和吴建民先生呢 就是来海外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么周承峰先生呢 您呢是去年吧,对吧 来美国还不到一年 那么您在国内做的那些事情呢 都是秘密的 所以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很正常很正常 那么请您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其实也很简单啊 别的不多说,我只说这么几件事 就是说全民共振现在走上前台的只有五位 但是呢,在幕后其实还有很多 只不过他们因为在墙内 现在是不方便公布自己的身份而已 也不能走到那个台前来 然后呢,走在台前的这五个呢 其实都是做时事的人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个李一平先生 在书房带的时间很长 但是呢,他是 应该说是少数研究方法认的人 那个佼佼者之一 他很少会到街上去喊口号拉标语 当然那个喊口号拉标语也有他们的作用 但是呢,你要推动这个导供运动 你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方法论 然后呢,像吴建民和这个 元湘居士,他们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种 就实战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吴建民他是 正儿八经是组织了很多次这种维权活动的 然后元湘居士也是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 他在国内做的这种慈善 是救了很多这种 这种 兵临危险的这些病人 还有那些 尤其是像他那个组织的救援队 救援队是干什么的 我这里插一句 元湘居士 请大家查一下这个名字 他是姓李 穆子李的李 名呢,是圆 就是土字旁 加一个原来的圆 请大家呢,在百度或者是谷狗上面查一下 李源 然后呢,您还可以把那个 天使小天使基金 这些关键词放进去 那么您就会看见一些 元湘居士的那个报导 对他过去的历史 其实那个电影 我不是要神 对,2018年 就是好像是7月份出来的 这个 我不是要神 那么,其实元湘居士 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神 神父啊 他的原型 其实就是元湘居士 那么元湘居士和陆勇 就是那位 男主角的元湘居士 男主角的元湘居士 中方释放政治犯的南京区域的政治犯的名列第一名的 就是第一位就是他 对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大家自己去想 对,而且难能可贵的是 就是说很多六四的学生 他们遭受一些迫害之后呢 出来 或者说是留在国内呢 就悄无声息了 对吧 但是吴建明先生 哪怕是他出狱了之后 他还是继续从事威权运动 对,没有被吓到 没有被吓到 然后呢 就算他被迫流亡海外 他继续在海外发声 然后做那个推翻中共的事情 那么,周先生您呢 我反正做了一点小事情吧 这里就不多说 因为以前都在那个自由亚洲和那个澳洲的ABC电台都有报道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 当然那只是我在国内进行的工作之一 之所以要谈一下这些走在前台的五个人呢 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全民共振团队啊 不喜欢跟人家去争辩 也不去做那种什么理念上的这个争论啊 争吵啊 这些都不做 我们注重实干 做实事一定要有行动力 那可能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 那其实 你我就不好介绍 你自己介绍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其实呢 我是比较早来美国的 20多年前就来美国了 然后呢 在美国呢 其实也是过着那种很辛苦的日子 从一个穷学生 然后呢 再到社会的新鲜人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然后 在我 就是这种 在西方自由民主 那个信息透明的这种环境当中呢 我慢慢发现 其实也不算是慢慢发现 就是很快的就被就发现了 其实我过去受的那些教育啊 很多都是完全错误的 它是颠倒黑白的 然后我就进行了一种 自然而然的这种反洗脑的那个过程 所以我的这种 蓝奶都吐干净了 我的很多这种理念 就是这样形成的 还有就是在西方民主 国家生活 学习工作的这个经历 让我耳 耳如目 在美国久了 中国话都说了 中国话不会说了 耳如目染呢 就是真的切身体会到了 就是说 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 能够给老百姓 带来怎么样的安全的保障 和幸福的保障 所以我这是感同身受的 然后同时呢 我又目睹了 就是从新闻上面反映出来的 就是比如说那个彭宇安 南京的彭宇安 还有那个就是下岗工人的那种悲惨的遭遇 就是一家人好像是好几个月没有肉吃了 上海的一家那个下岗工人 然后他们就 就觉得生活绝望了 就自杀了 一家人就上吊自杀了 后来呢 又陆陆续续的就是听到那些什么毒食品啊 尤其是三聚清安这个案子 对我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就觉得 中国为什么经济发达了 但是它的代价是沉重的 更重要的是 它无论是从人的生命上 还是从人的道德上 还是从人的自由 这种体会上面 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我的心情就是非常 我就不好说 就感觉就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是趋势啊 对吧 你作为一个客人 你能怎么做呢 对吧 然后呢 就是 因为那个2017年嘛 就是我 就是赢得了一些关注 然后呢 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利用我的这些关注量 能够做一些事情 发一些声 就这样子 OK 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 好吧 把网友提的这些 最主要的几个问题 我们来聊一聊 那么 就是从最根本的 全民共振 就是说如果是对一个人 对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您用一句话来解释 全民共振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 什么是全民共振 全民共振是什么呢 全民共振就是说 把原来这些 他本来就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 而要去 那个 那喊去维权的这些人 在时间和空间上 把他们调平在一块 嗯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鼓动那些 他没有诉求的人 你要去参加 嗯 而是告诉那些 有诉求的人 嗯 你们可以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一起去上街维权 嗯 嗯 那么为什么这个共 他们一起上街 因为我们知道共振 其实是一个物理概念 嗯 对吧 我们学过中学的那个物理的都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稍微复习一下 嗯 也就是说 其实每个物体哈 他都有他自己的频率 嗯 对吧 当一些物体它的频率是正好是一致的时候 嗯 就会产生共振效应 对 就比如说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很 比较比较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哈 就是说一队呃士兵 嗯 我知道你说那个那个历史上 骑步走 骑步走 然后走过一条呃大桥 啊 这座桥的频率正好和士兵迈步的这个频率是一致的 嗯 然后 就引起了那座大桥的倒塌 对 然后奇迹就发生了 这个大桥啊 也跟着开始上下的那个震动起来 就自己把自己给震塌了 对 其实这个这个其实很很有趣的 就现在啊 嗯 你在任何的军队里面看他们去那个拉链啊 或者什么的 只要是过桥 嗯 本来军队的那个步伐都是要讲究要整齐一致 整齐化一 但是呢 全世界任何的军队在过桥的时候 嗯 他一定是要求大家 随便走 对随便走 千万不要那个步伐一致 对 怕的就是引起 万一他的这个那个那个频率啊 跟那个大桥 万一如果是同频了 嗯 就完蛋了 对 大桥就塌了 对 所以共振是可以 几倍 几十倍 甚至是几百倍 几万倍的夸 对 那个夸大 他的这个影响力的 对 其实就我们平时讲的一句俗话 一加一大于二 嗯 就那么个是 对 你一个人上街 没人理你 你要是叫的响 嗯 他就过来打你 你更安全呢 还是你一百个人 接队上山打牢 那肯定是一百个人 对啊 对啊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网上有些人说 等一下 等一下 您这个比喻可能有一点点 跟那个维权的人 他那个维权活动不太一样 就维权的朋友呢 他们是要取得他的利益 也就是说他不是要去打死什么东西 可能是用上山采那个果子 这不一样吗 这个比喻可能比较恰当 但是他在上山采果子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就是保护果子 你不是上山去打老虎的 你是去采果子的 可是你采果子的时候 你会不会碰到老虎呢 对 这个其实是一码事 但是朋友又会说 就是说上山采果子呢 我是希望我一个人去的 为什么呢 我一个人去啊 那个果子 我拿到的就多呀 对不对 我如果跟一百个人去 我要跟他们一起分啊 那你怎么看呢 一百个人去 要采到的果子不也多吗 对吧 你一个人去 你能采到多少果子呀 对啊 你可能采不到 首先就被老虎吃掉了 对啊 嗯 再说了你去维权 我相信没有哪一个维权的那个受害者是说 我维权的目的是想把别人 那个被侵占的利益也漏到我的口袋来 他只是想要拿回我自己 对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哈 就是说 他可能觉得就是说 本来呢 那 那个果子是有 是有我的份的 比如说有五十个果子 但是我们呢 现在找了一百个人 嗯 那么我现在呢 可能就只能分到半个果子了 那那这个 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本来本来这个果子 我是应该有一份的 你想想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很好玩 这个也也就是说 就是很多维权 就是现在我们观察到 他不够分嘛 就是维权的那个群体当中哈 他有一种互相提防 互相竞争 觉得好像我去维权了啊 那么 我跟你一起去维权了 那么你的问题呢 可能就先被解决 那么我的问题呢 就没有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他们可能维权的团体之间啊 有一种互相排斥的这种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其实不用去想这个东西 不存在果子不构分的问题 嗯 第一呢 前面我们上次做的一个 那个讲商品的东西 我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数据 让大家看清楚 果子是足够多的 而且是分不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谓的那个 那个人多了 就就怕果子不够 这逻辑上也不成立 你是这样 你是维权者 对不对 你是你的利益被受侵害了 被人家抢走了 你要去拿回来 嗯 所以呢 所以这个果子是存在的 每个人都拿回自己被被侵占的那个果子 哪里存在不够的问题啊 对吧 因为那些果子本身就从你口袋 有那么多果子 从你口袋拿出去的嘛 对 所以上山采果子的这个过程 最难的其实不是果子的问题 而是路上老虎的问题 对 别去采果子被老虎给吃了 所以人要多 一定要人多 而且您还说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上山采果子的人多 老虎可能就避而不见了 对啊 对吧 你一个人 其实野兽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一个人上山 老虎看见了正好 诶 晚餐来了 如果你要是十个人 一百个人上山 那老虎远远看见 望风而逃 它压根就不露面了 对吧 就是这样 其实在我们那个 国内一些那个大型的这种群体 反抗的这个运动里面 其实都看了 你像那个什么宁波 嗯 那个厦门 嗯 还有那个四川的那个 几次那个披萨项目 对对 最近的那个 地震的那个 对 当你全市的人都一起上街的时候 嗯 你看那些政府的那个 那个什么维吻狗腿啊 或者什么东西 他都不露面 他躲在那个那个政府的那个大院里面 他都不出来 嗯 对 他人太少嘛 对 而且我已经 其实上次那个谁 那个胡锦涛的儿子在那个 嘉兴 就是嘉兴七星镇嘛 是吧 七星镇不是有一个就是 呃 他们整个镇的人 活起来 嗯 就是把那个呃 镇的那个政府给砸了 对吧 有这个事情 你一个人敢去砸吗 他们也束手无策 对 对啊 一个人砸肯定就完蛋了 所谓中国有句话叫法不择众 就是这个道理 共振共振 其实他没什么别的诀窍 他的诀窍就在于 所有这些人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我能夺力量大 对吗 你面对那些维稳的维稳队伍的时候啊 你一个人你是拿他没责的 他要打你要抓你 你一点办法没有 但是如果你的人数是他的十倍 一百倍的时候 他只能说在角落 随你们怎么办 而且他必须认真的面对你们的诉求 对啊 对啊 嗯 那么啊 就是现在还有个问题啊 就是跟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有联系的 就是共振安全吗 呃 这个安全哈 呃 就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呃 大家去共振的时候 呃 是不是安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呃 如果大家相信共振了 或者说是 呃 人家发现你们 你们宣传共振了 那个这个是不是安全 或怎么样 啊 这个其实牵涉到另外一个就是 共振是不是钓鱼 哈哈 其实有这个是吧 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你在在共振的时候 会不会当场受到迫害 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别人啊 就是说那个 嗯 中共会不会就是认为啊 你跟中 你跟共振团体勾结了啊 也就是说 呃 会不会有被钓鱼 无论是主观钓鱼 还是客观钓鱼 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其实这个 钓鱼论是所有网上这些提问里面 最愚蠢的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看我们全民共振从18年的3月份开始 嗯 来发起这个全民共振的这个这个活动 嗯 我们就一再强调 我们这不是阴谋 而是阳谋 嗯 所有的共振的时间和地点 都是公开的 嗯 受害者知道 啊 那个那个维权的受害者知道 嗯 那个 中共的政府他也同样知道 嗯 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啊 但凡你这个这个维权者要上街 嗯 不管你想不想让他们知道 最终都会要跟他们给碰面的 对 所以不存在说我要瞒着你 不需要 嗯 然后第二个 受害者要上街 嗯 只要你想上街 嗯 他都会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 对 所以也不存在钓鱼 钓什么鱼啊 嗯 你以为你一个人 然后你不在我们那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去维权 他们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 嗯 想想那个前阵子那个呃 杭州那个叫叫叫什么 P2P的受害者王倩 对 是吧 对 他不是很和平吗 带着孩子去去申诉 要求为P2P受害者那个那个主持公道 对 我们没调他的鱼吧 嗯 是吧 他也没有参加那个那个共争的活动吧 没有 可不是一样被打吗 嗯 是吧 结果最后导致那个自杀身亡 嗯 这种惨剧怎么来的 但是如果试想一下啊 嗯 试想一下 如果当天去的不是一个王倩 嗯 而是一千个王倩和一万个王倩 甚至十万个王倩 你想想有哪一个会被打 而且甚至是全国各地多个城市 对啊 十万个王倩 对啊 多个城市那就不是十万个王倩 那是一百万个王倩 五百万个一千万个王倩 可是每个城市啊十万个王倩 对啊 你想在这种时候 王倩和他的孩子还会被打吗 不会 而且王倩会觉得 就是说 我是那么多人当中的一份子 对啊 所以你说这到底是 吊什么语 对 到底吊什么语 对 而且呢 大家互相抱团支持 对 这里我要说一句 说一句 那个题外话 别的问题 如果你对全民共振不了解 我觉得提出你的问题都可以的 当然说全民共振钓鱼 我只能给四个字啊 非存即获 对 可能后面那个字 是最主要的 对 因为这但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智商的 和那个逻辑能力 都能够知道 这种全民共振的这种方式 它就不可能钓鱼那么 钓什么鱼 嗯 其实我还想哈 就是就刚才西哈诺先生说的这一点哈 就补充 就是说哪怕你 您不共振啊 您就是自己去维权 嗯 那么其实中共呢 呃 他也是会很快的发现 你们在哪里聚集的 对 因为所有的地方他都有摄像头嘛 对啊 对吧 你但凡是去申诉 嗯 你总不能说在那对着空气吧 对吧 你是要讲给政府听 对 是不是我的冤极在哪里 对不对 只要有人群聚集 你看哈 那个政府很快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那个 就是说你既然是维权去 嗯 即便政府不找你 你主动去找政府啊 对 否则的话你还叫什么维权啊 对就是 你跑到那个荒郊野外 对着空气 对着高山大海在那里 我冤枉还我 还我那个那个那个 P2B被坑的钱 对 高山大海会 会回答你嘛 你当然是要讲给政府听啊 对吧 要求你给我主持公道啊 那你说 到底是谁钓你的鱼 对 你自个都得是 都得要去找他呢 还存在钓鱼 所以共振就是个阳谋 对就是个阳谋 对 因为阴谋 也 其实是也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对啊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秘密的决定 在哪里见面了 怎么样 其实按照中共现在的这个科技的这个 这个能力 他很快就会发现 对 只有在阳谋的情况下 才能够就是 在尽最大程度上的传播 对 我就是要理直气壮的 和其他的受害者 一起接队 走上街头 要求还给我权利 所以全民共振妙就妙在这里了 我根本不需要搞什么阴谋论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设定好一个时间 然后每个城市都给大家 就是预想好一个地点 那么 当然了中共是完全知道的了 那么他们 事先在那里布置很多很多的警力 那 那是不是会对那个维权的人是 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震慑 反而让他们不敢去了 或者怎么样 这几个方面 第一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共振 共振就是共 对吧 你要共 共同出现 人多 你就不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共振 你上街维权 大家一起去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造声势 让政府知道 我们有那么多人 有诉求 你才会重视 对不对 好了 既然是这样 不好意思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派的那个什么维稳队伍 什么的在预先那个地方集结 这不恰恰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政府已经知道有那么大的事情 他要不要重视啊 是不是 因为你今天在那赌 你是不是一年365天都能在那赌啊 你今天赌了好 我们无法聚集 我明天再去啊 对 是吧 这不很好的事情吗 更何况 这个你说心理震慑 我上街就是为了我 我自己利益受侵害 我去呐喊 我去申诉 嗯 我干什么坏事了 对 嗯 全世界不要说中国 你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你也找不出任何一条法律说 你利益受的侵害不可以讲 嗯 对吧 很正常的事情啊 有什么好怕的呀 我又没有 那个全民共争从来没有说 让你去拉一个那个什么 政治性的那个诉求啊 标语啊 喊政治性的说话 打倒共产党 对 从来没有要大家去做这种事 你就是去单纯的去说出你的那个那个利益诉求 就对了 嗯 对 那么 那么您说 那么 那些 没有利益诉求的 但是他有这个理念的 比如说同情的理念的这些人 对啊这是 他们可不可以去共争呢 他们可以啊 欢迎啊 嗯 你愿意跟着那个维权的队伍一起走 一起那个唱歌 嗯 你就一起 如果你要是觉得有那么一点顾虑或者什么的 也没关系 你 嗯 你就在边上围观也挺好呀 嗯 对 是吧 对 就是说其实好全民共振我们这个呃 在我们的那个很多语音里面说的比较清楚 就是说 你有诉求的啊 本来就是要上街的 那么请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和大家一起上街 嗯 各个维权的群众一起上街 嗯 那么没有诉求的啊 但是呢 你有同情心的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认情的理念的啊 你可以 你也可以跟他们走在走在一起 你如果害 如果有有有什么顾虑的 那么就可以围观 嗯 其实我觉得围观也很好 嗯 对吧 对啊 你这也是对这个 对这个弱势群体的一种支持嘛 对吧 因为其实就是是这样子的哈 因为呃 今天他是受害者 明天可能就是你了 对啊 对吧 嗯 好 那么呃 有些人说啊 那么呃 为什么呃 你们就是呃 海外平台的人不去共振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们不不 不让你们的那个什么亲友去共振 唉 你也想去共振是吧 我也想啊 对 可是我去的了吗 我连海关都进不去 哈哈 不管是 不管是李一平 呃 吴建平 呃 你我 嗯 根本都进不了中国的那个那个海关 嗯 明白吧 就说我们 是因为 搞民主运动 嗯 而被迫流亡海外的 嗯 嗯 并不是说我们主动 啊 说什么事也没有啊 主动跑到美国来 并不是那么回事 啊 所以呢 我们其实很想回去去参加 嗯 和组织这个全民共产党的那个运动 对 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嗯 但是国内有大法人 对啊 更何况 更何况啊 更何况还有一个啊 这个话讲起来就不是不是太好听啊 就是说 利益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你的合法权益 你不能去说等着别人来帮你争取 我能告诉你一个更有利的方法 更安全的方法 嗯 但是具体去做 还是要靠这些利益受损者自己去 对 对吧 你不能说 我被人打了 然后别人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怎么去去去去找回来 结果结果你还去跟他讲 既然你知道你去帮我拿回来 哈哈哈哈 那有这种事啊 对 这不搞笑吗对吧 是绝对 嗯 这是你自己的权利 要靠你自己 嗯 嗯 我们有条件能够协助你 帮助你 当然会去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你也不能说啊 你不帮我 就是你们不道德 嗯 没有这会是 嗯 我还有啊 我还收集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他说呢 如果维权者啊 在你们宣传的这个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出现了 啊 开始共证了 那么他们会不会被灌上一个和海外势力沟通的这个罪名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共产党最擅长说跟那个境外势力啊 反华势力 对吧 其实是反共势力 嗯 那个沟通的 嗯 其实呢 里外勾结 会不会有灌上这个罪名 嗯 第一 你上街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那个地方 难道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就不能去了吗 嗯 那岂不是比共产党还霸道 嗯 嗯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海外的反华势力 嗯 把那个华制改成共证 我们反的是一党专政的共产党 我们从来都不反中华民族 我们自己就是中国中国人啊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我们都留着中华民族的这个血液 这是能否认的吗 对吧 我们正是因为我们爱这个民族 爱这这片土地 所以我们才要想着 要把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罪恶体制 把它给那个铲除掉 嗯 实现这种民主 民主化的这种政治体制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对不对 所以不存在那个啊 讲到这个我再再再加一句 很多人说我们这种 呃我们这种呃 全民共振 不是不是 让人家去洗 不是他说我们是什么 收了什么海外什么势力的钱 什么势力啊 海外什么反华势力啊 对啊反华势力啊 至于有没有反华势力 我刚才已经讲了 但是收没收这个钱 我告诉你 到今天为止 所有你们看到的这五个人 都是在靠着自己劳动 去养家糊口的 没有收过任何 反华势力组织的一分钱 甚至也没有收过那种什么 反共势力的一分钱 好吧 嗯 嗯 那其实哈 现在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种 比较 呃也不能说是他五毛啊 或者水军哈 这个暂且不说 就是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 诸心论啊 就是说你们全民共振的这些平台的 几个露脸的人哈 是不是要累积自己的政治资本 啊 下山栽桃子 让人家冲在前面 自己呢 就做什么 呃 在一党专政体制那个垮台之后 我们都不从政 嗯 除了吴建民那个曾经说过啊 即便要从政 我只当一个永远的反对党 而不去而不去当那个执政党 那其他人都说过不从政 既然不从政 这种所谓的政治质量给我们有什么用 嗯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反倒想就着这个问题 对国内的这些 呃 有政治报复的这些同道朋友们 说句话 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政治报复的 这个时候你应该去积极的去联合各种 对现实不满的人群 嗯 不管他是维权者 还是体制内的干部啊 所有这些不同的人群你都应该积极的去去联系 去团结 对 然后形成自己的地方的小团队 嗯 为什么呢 当共产党这种一党专政的政府垮台以后 一定会有一个那个各种政治势力冒头的这个时期 像雨后春水 对 全国各地可能会出现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个大大小小的那种不同的政党 但是呢 这种因为这种政党过多 然后 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是要 那个选票才能够让你获得获得那个执政权的嘛 所以呢 大家分分掉以后这个这个 获得的这个支持率啊都太少 所以呢 就一定会出现什么 理念相同对 理念相同的这种政党 它会不断的不断的组合 不断不断的合并 最后呢可能会剩下这么三五个比较大的党 然后这三五个那个大党呢 最终会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上面 割据一方 对 然后通过你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宣讲施政纲要等等这东西 来争取老百姓的选票对你的支持 对 然后由此获得执政权 所以呢 如果你有政治报复 要抓紧在共产党马上就要倒台的这 这不长的时间里面积极行动起来去积累你的政治质量 至于我们几个人 我们不从政 我只想回家去种种花养养马 泡泡茶 所以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就是 现在有政治报复的那些朋友们 就应该开始组织自己的团队 有计划的 拉起自己的队伍 但是这里我想我想说一句 就是说这个要有行 无行 有实 对 就 胡思根长老曾经跟我说过句话 就先具人缓称党 不要那么着急去说 搞个名号 对我们搞个搞个什么什么名称 没必要 没有必要 有这个实质就行了 对 就大家团结在一起 大家心知肚明 不要有口号 不要有章称 不要有名称 因为什么 真正等了那个风云乍起的时候 你只要有人 你一夜之间 你就成立党派了 对 但是呢 如果你没人 你数个老大的旗子在那里 有什么用 你叫的震天想 观感失灵一个 你有什么 而且这个旗子 将来就可能成为共产党 迫害你的这个靶子 对啊 对吧 他抓到个证据了 在你的电脑里面 看到你设计的这个旗子的这个 对啊 你什么章层啊 什么组织名单 什么害人害己 做人一定要误实 不要去误虚 全民共振就是这个特点 我们一定是误实的 我们从来不误虚 对 而且我就在想 就在想 其实大家 有些人 就是对我们提出的这些质疑 其实呢 它是反映一种价值观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人生在世 都想实现他的价值观 对吧 有的人的价值观呢 就是体现在 他事业发达 就是在他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当中 他是个成功者 他赚了很多钱 对吧 那么 有的人呢 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呢 就是做官 做官可能也是发财 或者怎么样 有的人在民主 国家的这个价值观呢 从政 对吧 用他的政治理念 为大家服务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些人 怎么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其实我们的人生价值 也不在将来的什么 从政的地位上 也不在 这个 就是一般人的在 事业啊 赚钱上的追求 因为我知道 其实像吴建民 还有像您 其实都是放弃了 国内发展的很好的事业 对吧 如果要是 不走这个 追求民主宪政的这条道路 而是专专心心去挣钱的话 应该过得很好 那么您做这个事情 既不是为了将来的这个政治影响力 也不是为了金钱上面的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您要体现的是 您的一种什么的人生价值 没有什么人生价值 我个人没有那么高尚 作为一个父亲 我只希望我的子孙后代 能够过上一种 幸福 自由 同时也有尊严的生活 不用再去吃毒食品 不用再去打毒疫苗 我的孩子不会被人家那个什么 红花蓝幼儿园那样的事情 我的孩子也不用说为了一套房子 一辈子当房奴 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 发自内心的去笑 就OK了 那很多人问 比如说像您已经到了美国了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您的孩子 因为我是中国人呢 是吧 我们一讲起你看一讲起14亿同胞 嗯 然后 都是父老乡亲 是吧 我们都是自古都这么讲的嘛 那你就 就说 这是 不能说只顾着我自个 是吧 那块 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爱这个土地 爱这个民族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不仅我自己要过得好 所有这些我的同胞们 我的父老乡亲们 也要同样过得好 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历史责任 谈不上什么崇高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对 就应该是要这样子 对 是一种良心 良心你在那里 在你的灵魂当中燃烧 让你不得不 别说太多了 说太多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他就开始讲我们这个假高尚 咱们别给他这种 这种巴饼 好吧 我就是完成我们的责任 就OK了 作为一个父母 作为一个父母 对 其实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哪怕是在海外的一个父母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担心 中共的这个恶手啊 渗透到海外 对吧 他比如说是在经济文化上面 他如果是 甚至是在军事上面 所以 对 对 所以 所以 无论是从那个 父母责任的 这个角度上 还是说 从 对 对其他人 孩子 对我们中国未来的 这个同 同感 不能说是同情 这个同感 感同身受 的这种 感情上面 讲 我们是要实现 这个人生价值 嗯 学那个 好像 又到了四五十分钟 而且我想说一点 你说起来就打不住 对 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诸心论 我觉得其实大家 就是网友哈 在微信上面 或者说是在那个 微博上面 看的多的时候 就知道 其实中共五毛 还有水晶 最擅长的就是诸心论 他首先说你 你是怀了什么心 毫无根据 毫无根据 所以他好像他 他就是能够爬到你肚子里面 是你肚子里面的回虫一样 对 所以我们全民共振 有那么个特点 就不跟人家吵 嗯 你爱说什么 你说去 你大放绝齿 我也当你是一阵风吹过 懒得跟你争 对 我们埋头做事 对 这是全民共振 最大的特点 对 而且我想说哈 其实共振这个现象哈 如果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平台 提出的话哈 最终最终 可能要过五年 或者说十年 他其实会自然而然发生的 嗯 因为如果那么多的群体 都愤怒 都要维权 那么其实他在 无论是巧合上 还是大家突然意识到的 这个方面 其实他自然会发生的 但是我们的团队 起到一个催化的作用 嗯嗯 其实我们并不拥有 催化和协调 对 我们并不是拥有共振的这个概念 嗯 对吧 全民共振也没有领导 对 因为共振它其实应该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一个现象 对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把它提倡出来 告诉你一个方法 同时帮你协调 嗯 就可以了 所以老师人家说我们什么钓鱼啊 积累政治资料啊 领导的都都没有领导 你要什么 没有领导 要什么政治资料 我没有领导 对啊 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对 好吧 那我们下一次吧 下一次 上次说了不能超过半小时 结果又超过了 好吧 抱歉抱歉 OK 好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